假日读书我在等风也在等你心灵鸡汤 以你的善良留给那些懂得感恩的人 二半生已过学会看淡静而不争一切随缘 三你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对别人的期望太高 似成年人的朋友圈大胆筛选别怕走散 五误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误在自己心中强制别人 六人生无非抬头关心低头关心向阳而生 七你把时间花在那里你的人生就在那里 八人生不过是路过而已一念花开一念花落 直于念困于念念放下万般自在 就一分钟都不要留给哪些让你不快乐的人或事 若不是终点请微笑直向前 十人生和爱意都顺其自然得失随缘 十一不逢迎不生气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 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 十二一个人最大的清醒是管好自己不度他人 十三人生最好的贵人就是努力向上的自己 十四朋友不用多真心几个就好请珍惜 那个随时陪你说话的人 十五后来才知道爱不爱其次相处不累最重要 十六一百个人嘴里有一百个你是天使也是恶魔 你只管做好你自己 十七聪明的人都懂得沉默看穿而不拆穿 十八改变可以改变的坦然接收不完美的 如此才能获取自在人生 十九人与人最舒服的关系就三个字 不讨好 何得来 多处处 二十享受生活不只是及时行乐 而是即时行乐 认真的对待生活的每一个时刻 二十一真正强大的人允许一切发生 允许意外光临 允许情绪低落 允许没有结果 允许自己是普通人 二十二找到一个真心喜爱的 兴趣爱好然后不计成本的付出时间和耐心 你将收获一个脱胎换骨的自己 二十三人生慢慢你应该去拥有 去学习 去看世界 不要只活在爱恨里 二十四情绪稳定才是一个人最好的养生 二十五你若花开世界都芳香 你若有实力 一切关系都顺畅 二十六最好的活法就是这六个字 想开 看开 放开 二十七你若爱生活那里都可爱 你若恨生活那里都可恨 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 你若成长处处可成长 我在等风也在等你 生活哲思家具心灵鸡汤 蔡辉煌假日读书心得 二零二四四十四于桃园龙潭 余生很贵 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保持人之后 我用于是这种好朋友 谢谢大家